大家好,今天就是添食 講香港露營話題是這個頻道的初心 所以就 拍多一段影片,講什麼呢?講香港露營的交通問題 交通問題 當然不講開車,如果開車你自己懂得去 就是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當然講公共交通工具要方便的地點 又不要走太長的地方,那我做了一堆 官方指定的露營地點,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你說哪些地方方便,就很視乎你去哪裏出發 但是香港的露營都包括西貢 大嶼山那些已經走得遠一點 所以主要是講西貢,講講其他 譬如全錦等等的營地 交通問題 如果適合看,就可以參考一下 比起初過研究一下 有很多因素要考慮 說得公共交通工具 當然是不包括的士或Uber 的士和Uber,我當是等於駕駛的 好了,我們要考慮露營地點 一開始就很自然會考慮 西貢 西貢 你住哪一區都是一樣的 將軍澳可以直接去西貢市中心 或者其他地方都是在彩虹或鑽石山出發 所以無論如何,我就當作西貢市中心出發 西貢市中心的主力 除了公眾假期有R車之外 都是94號巴士 94號巴士有什麼要留意呢 就是它15-40分鐘一班 以前就好一點 以前30分鐘一班 現在40分鐘就疏了 但是它又晚了 有好有不好 之前我記得好像9點半尾班車 但是現在梳了之後 它反而10點半尾班車 所以你可以夜出發 都是不錯的選擇 94號巴士 其實有幾個地方可以去到 最明顯就是 北潭坳營地 如果說官方 北潭坳下車 走15分鐘 有些人快有些人慢 另外 如果不想走就大攤 大攤一下車就是了 記得去大攤燒烤桌 大攤營地是說民安隊的 就不是 你可以自己走進去 就是要預約 要團體預約 另外 另外就是黃石營地 黃石營地就是黃石馬頭總站 下車行3分鐘左右 如果黃石你還可以 搭大飛 Anytime 或搭大船 就進去灣仔 都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最方便 這三個營地 94號巴士 其實你說方便又行 說不方便又行 很多人可能要先去彩虹 彩虹 搭腳 搭小巴或是搭巴士 到西貢市中心 再搭第三程車 但是 這個就是這樣 每班車十點半 SOLO 放工入,吃飽飯才入到中 OK的 加上腳程給大家參考 另一個選擇就是鶴鬥營地 都是公共交通工具非常好的 但是就有點卡腳的 因為鶴鬥營地,如果你公共交通工具 只能在粉嶺火車站乘52B小巴 20分鐘左右,一班有梳有物 下車之後走5分鐘 但是很早就沒有車 我這裡忘了做好功課 所以鶴鬥營地其實也不是最方便 駕駛是相當理想的 但是其實也很難泊車 你看到是沿路,泊在路邊 但是一般都好像不拉 這些是自行判斷 然後第三個,就是灣仔營地 剛才也有提過灣仔營地 就是可以在黃石立大飛入 大飛就沒有命賠 自己決定 大船就比較有規管 另一個選擇就是乘海下小巴 7號,西中市空心出發 大約半小時一班 6點半前就沒有班 而且在海下站下了,下車要走半個小時 現在乘船就乘船即到 好,有沒有其他選擇呢? 如果乘巴士呢? 就在荃灣搭巴士出發 可以去哪裡呢? 或者搭小巴 可以去荃錦營地 或者扶輪公園營地 那 這輛巴士呢 簡直是嘔血 在余心廣場 或者在荃灣地鐵站上蓋 等一輛單層巴士 相當浪漫的 行荃錦公路 一個小時一班 就是問你死了沒有? 那你上去的話 如果見到有人在等 你就排隊 如果沒有人在等 你回去也行 那你就檢查車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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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相当理想的,对于没有车的朋友来说 一程地铁加一程巴士或小巴 如果没有巴士,可以试试乘邨龙的小巴 在荣湾地铁站附近,车当然密些 但就去到邨龙,就是喝茶那里 如果要再上,就等于多走两个巴士站 大概半个小时,走马路边,就不爽 但有时,如果你不想等一小时,下一班车 这个都不失为一个选择 好了,另一个推介营地,就是水浪窩營第二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我经常去水浪窩的原因,因为呢 水浪窩的巴士,好东西都还有 尾班车12点多,你什么时候进就行 下巴士,如果快脚走10-15分钟就到了 当然,如果慢脚,你知上水浪窩那条 斜路都很斜,可能要20分钟或半个钟 加上要托水上 所以水浪窩就成为了我乡下之一 因为太过容易去 对了 再回到另外,94号巴士或者什么 其实都有一个方便的位置 就是上这个掌上营地 上掌上营地 上掌上营地,当然可以坐开小巴 掌上交游径落车,那就方便了 那当然呢 北潭咬上都可以的,但是上到嗨嗨 如果乘坐94号巴士,就是 忘记了,北潭咬之后一两个站下车 高堂 上下车,沿着海亚路入,就走15分钟 去到掌上交游径落车,就可以走上去 所以公共交通工具都算方便 有小巴,有巴士 所以为什么经常去这个掌上呢 都是有原因的 好了,另外呢 有一个大网仔营地 就这样看,就好像很交通方便 但是如果你坐94号便很麻烦 因为下车要走10分钟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驾车营地 最后一个都是类似的处境 就是冲背营地 冲背营地又是交通不太方便 如果最多车就是乘坐75k大铺巴士 或者入大美督的小巴 但是下车要走半个小时 也有一辆车可以直达的 就是20R小巴 但是一个小时,只有一班 而且7点多便是尾班车 所以冲背营地或者再入降下车 都是开车人士营地 多一些 如果你说总括一下 就是行公共交工具 巴士小巴 可能94元线的巴士 就最方便了 94巴士 完线 北潭坑 大摊 黄石 一路可以步行走去那些 最方便 另外呢 就是全錦大帽山 接着就是水浪坑 其他那些 其实也有少少卡 那当然 如果在Defive 你脚程可以走远些 例如全錦 你可以走去田夫仔 走整个小时 如果初初想试一下 自己什么东西 走到田夫仔 其实都不失为第一个选择 另外呢 就是北潭坑 可以走到这个 我叫什么 鹹田湾 又是大约1个小时 又是可以四脚 不过出来就困难一点 田夫仔出来都不容易 要走回上山 都是有些论盡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公共交通工具 与香港浪营 遇到公共假期 或者人多 就很论盡的 因为94 簡直是一条backbone 没有什么选择 海下就更折舵 出来的时候 直接是想死的 基本上 你会有冲动 海下走出来都不一定 就是这样 另外你上车 每个人揹着大背囊 就会很烧气 大家没洗澡 一身臭崩崩 就很容易烧气 所以说到尾 都是走一去 露营 如果没办法 公共假期去 或者星期六日去 就要捱一下 就是这样 看看又拍多一条 香港露营片 看看大家 合不合适 合适 合适的订阅 有缘见到大学照顾 有问题 就留言 交流分享 大鱼山那些 黑意不说 因为那些 全部都要走得来 入得东涌 入大鱼山 再搬日程巴士 其实真的很圆 Anyway 可能有些人 如果住近东涌 就会觉得那些 方便一点都不一定 或者住近 东涌站 沿线港铁那些 都会觉得方便一点都不一定 所以 Open for discussion 多谢大家交流 下来 拜拜